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上海市市长龚正 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出席论坛 两市签署了三项合作交流备网络 开幕式上 上海市市长龚正 首先对双城论坛顺利在线下举办表示祝贺 他说 双城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已经成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寄托着两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共同期许 也承载着两岸同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心愿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 我们将以更开放的姿态 更务实的举措 为广大台胞台企 尤其是台湾的青年人 在上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帮助 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则表示 双城好 两岸好 上海台北如果能持续维持双城之间的论坛 以及各项合作交流 相信双城好 两岸好 必定可为 尤其是当下 更要重视和珍惜双城论坛 了解到和平的可贵 当双城能够成功地化解分歧 消灭对立 双眼所产生出来的连带效益 将不可限量 让我再一次强调 双城好 两岸好 我们要耐心 更要有信心 开幕式上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台北市政府资讯局分别以智慧城市 数字经济和技术开源 共以城市为主轴 发表主题演讲 两市有关单位签署了会展产业 绿能永续 及羽毛球运动三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2010年以来 上海与台北轮流举行双城论坛 共同探讨民生关切 分享城市管理经验 开展人文交流互动 取得积极丰硕成果 截至目前 两市共签署45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涵盖科技 教育 文化 医疗卫生 青年交流等多个领域 而在双城论坛开幕前 29号晚间 上海市市长龚正会见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一行 双方先后发表致辞 互赠的礼物也别具深意 在会见中 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 今年实施隔三年后 首次全面在线下举办双城论坛 蒋万安市长率团前来 是响应台北市民的期待 积极推动台北与上海城市交流合作的务实之举 两岸的同胞同中同源 血浓于水 和平发展交流合作 实际上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所以我们也相信啊 本次双城论坛的举办 必将为两地我们优势互补 共赢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我们呢也将积极推动 我们两地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的交流合作 不断地增添了两地民众的情意和福祉 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则在致辞时说道 上海是现代化很早的城市 上海的现代历程跟台北也很像 都经历过帝国主义的侵略 都有着为民族荣光而奋斗的展现 可见两岸 可见双城 台北和上海的关系 始终都与大时代紧密的关联 历史是延续的 现实是发展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两岸的互动 谈双城论坛 无非都是基于可以对话的历史条件 以及文化脉络 随后双方互赠礼物 公正制赠给蒋万安的礼品是 瓷器 玉兰花开 平体上勾勒的是上海浦江两岸建筑群 和式花 白玉兰 前者象征着历史和现代的融合 白玉兰则代表着上海对台北贵宾的欢迎 蒋万安制赠公正的礼品是 春池玻璃净瓶 平体以回收玻璃原料 手工精致而成 兼具艺术与环保 也呼应了本届双城论坛 新趋势新发展的主题 会见结束后 公正等和蒋万安一行 来到上海会客厅露台 共同欣赏美丽的浦江夜景 并合影留念 2023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今天在上海举行 外界期待时隔三年再度线下交流的双城论坛 能为两岸机制化交流提供新动能 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提升民众获得感 真正让两岸一家亲 两岸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植民众内心 本次论坛台北市长蒋万安率领超过150人规模的参访团出席 其中企业团达60人 许多台湾企业争相报名 盼望参与此项两岸交流活动 增加对话与互动 为改善两岸经贸投资环境等 带来更多积极影响 另有不少台湾企业还想报名随行 却因名额有限被婉拒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表示 双城论坛是2010年 由他和时任上海市长韩正共同发起 首届会议地点在台北 目的是透过城市交流 增进了解 减少误解 共创双赢 因为他深信和平不是口号 要有行动 透过交流沟通 建立互信才有可能达成 郝龙斌强调 目前两岸情势紧绷 面对兵凶战危的威胁 岛内政治人物心系台湾民众安全与福祉 跨出交流步伐 反映台湾民众渴望和平及希望交流的心声 他期盼蒋万安此行能够让两岸关系有所突破 台湾中国时报针对本届双城论坛评论称 这是两岸关系起伏跌宕多年来 维系的可贵沟通 也是两岸在逆境中从未间断的善循环 台湾联合报28号也发表文章指出 这次双城论坛台湾企业界报名踊跃 可见台湾民心对两岸善意互动的期待 近期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引发中国社会舆论高度关注 然而日方竟然表示其排海举措受到美国等国肯定 对此在29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除了美国公开支持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日方还能公开点出哪一个国家 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 不知道除了美国之外 日方还能公开点出哪个 支持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国家的名字 公开支持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国家 没有几个 绝大多数国家 包括日本国内众多民众 都对排海时批评和反对态度 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方对此不应视而不见 更不能自欺欺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核污染水排海 事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绝非日本一家的私事 也不是个别国家 出于政治目的开绿灯 就可以畅行无阻的 日方做法进一步暴露了 其重视强权而无视国际社会 重视一己私利 而无视国际公共利益的本质 另外 针对中国驻日本使领馆 近日收到大量来自日本国内的 骚扰电话一事 汪文斌回应表示 中方已就中国驻日本使领馆 遭受滋扰 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日方依法处置 切实保障中国驻治使领馆 在日机构 企业 公民 和复制中国游客的安全 有记者提问称 日本外相表示 有人朝日本驻华大使馆 投掷砖头 还敦促中国政府呼吁其民众 在福岛和污染水排海问题上保持冷静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已就日方所谓关切做出回应 表明严正立场 并就中国驻日本使领馆遭受滋扰 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一贯依法保障 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石骨污染水排海 引发各国人民强烈愤慨 这是导致当前局面的根源所在 如果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是基于科学 为何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 至今仍难以平息 针对日方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错误行径 中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有权利有责任 采取正当合理必要的防范措施 维护海洋环境安全 维护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日方要做的是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而不是相反 对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仪式 民进党当局集体晋升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29号表示 台中市市政府将加强相关产品 食品的辐射标准值检测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入海 并将持续30年 引起临近国家和地区强烈反弹 然而一向将反核当作所谓神主排的 民进党当局却集体揭默 甚至台所谓周日代表谢长廷 还公然替日本护航 与民进党当局态度不同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 后续将针对水产品的食品安全 加强查验 卢秀燕说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让不少市民开始对水产品感到疑虑 包括海鲜 海盐 海藻 鱼货等 影响消费者的采买信心 台中市政府为了让市民放心 祭出把关措施 且茶叶量能将会是台湾第一 卢秀燕提到 2022年民进党当局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区食品输入的时候 台中市政府就祭出食安措施 当时有关于食品辐射检测的仪器 只有剥配两部 一部在高雄 另一部在新北 其他县市如有检验需求 需要送检 还要排队 效率太低 因此当时他就动用第二预备金 自行购置存者振检器 就近替市民把关 所以我们前年就自己买了一台 叫存者振检仪 振检器 那一年大概可以减少至少500件左右 我们自己就有检验量能 卢秀燕表示 台中市被托检验仪器与量能 这段时间会加强相关食品的检验 并将相关资讯公开于台中市 核实实案专区网站 由民众查阅 如果有检验超标异常 除了公开资讯 还会通过新闻发布对外提示 让民众识得安全 台海军去年发生一起用玩具模型枪 替换真枪的事件 屏东地检署获报展开追查 29号针结此案 涉事的潘信指挥官等5人遭到起诉 据报道 去年2月23号 台海军陆战队一名正姓班长 提领预检陈列各式武器 遗失一把点45手枪并未回报 直到同年3月4号 台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第二营 准备办理2022年第一T4新式教招任务时 吴信使官长清点发现 短少一把点45手枪 立即向陈姓连长通报 经全营搜寻 仍没找到 到了3月20号 潘信指挥官听闻营区发生枪支短少 仍没有依照规定与程序回报 报道称 事后该营长及连长等5人共谋 由连长等4人集资购的玩具仿真枪 再用电动研磨机磨去标语 又刻上装备序号 趁着泄弹清点的机会 偷偷将玩具枪放入新巡中心第二营第5连的枪柜内 屏东地检署侦办该案件 并讯稳相关人证及检实物证 于8月29号贞结此案 潘信指挥官等5人被起诉 李信辅导长等5人被还起诉 国民党机民代江启臣此前表示 台军爆出空军士兵在网络贩卖改造枪支子弹的重大违法案 还持续发生酒驾 吸毒运毒和不正当男女关系案件 甚至负责军纪维系的军警都传出赌博丑闻 恐怕不是买子弹或者是说买武器能够解决 军纪松散了 这些武器最后恐怕伤到自己 江启臣说台防部门需彻底整持军纪 接二连三违纪违法重创的 不只是台军形象更影响战力 国民党机民代王宏威29号召开记者会揭发 包括新竹小英之友会副秘书长古盛辉 与前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郑永金家族 联手炒作绿电获得暴力 在整个非核家园的一个政策底下 大量的在抢地重电 批爆民进党相关人士成立绿能公司 国民党机民代王宏威质疑 这些绿友友们套钱手法如出一辙 而且公司取名还颇有玄机 说的正是台行政机构前顾问古生辉 他同时也是新竹小英之友会副秘书长 前阵子才因为涉入光电土地案 以400万新台币交保 他担任五家天字头能源公司董事 和一家能源公司的总裁 成立时资本额都只有10万新台币 短短两年间暴增到6.8亿 到12.8亿新台币不等 他们整个的翻转 整个的资本额的暴冲 是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 另外王宏威也揭发 前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 新竹县前县长郑永金家族 与古盛辉联手炒作绿店 郑永金之子郑朝汉成立的 四家能源公司也是天字头的 千百万元新台币成立的资本额 短短一个月或是一年的时间 同样暴增到上亿元新台币的金额 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 不到一年 它就可以拿到台电的 顿购合约20年 公司的价值立刻飞涨 面对民代的指控 台电方面则声称没有不法行为 而民进党中央对此事件 也表示不评论 绿营光电弊案连环报 最近正在竞选民代的赖品鱼 引爆绿色党产争议 外界才恍然大悟 其父亲赖进林能身兼云报公司等 近20家能源公司的董事长 猫腻就在政治现金独厚 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而这波争议还未平息 蓝营民代又爆出 前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委员 郑永金家族 联手新竹小营之友会 副秘书长古胜辉炒作绿电 他们的圈钱能力 甚至连云报能源都望尘莫及 台湾中国时报的文章痛批 绿营光电弊案 有如肉粽串 一拉就是整串的绿油油 这些绿油油们串起绿电蜘蛛网 大赚绿能财 获利惊人 而台电亏损 却由台湾民众来买单 台湾联合报发文指出 检视王洪威提出的数据 可以看出绿油油们是如何精准投资 不仅超前部署 时间上更是无缝接轨 古胜辉与郑永金家族成立的绿能公司 甚至就把地址设在民进党新竹市党部 民进党上下搬钱 简直毫不避讳 这些人搬走的 不仅是台电的巨额亏损 更是台湾民众口袋里的纳税钱 中国时报的评论文章指出 能源政策是2024选战的重点议题之一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 自我吹嘘 他在台南市长任内 大力推广光电绿色能源是重要政绩 而这光鲜化树下的实质却是动辄上百亿新台币的光电利益 既得利益者全是绿油油 外界赫然发现 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不仅无助台电财物 反而沦为民进党的炼金术 选举年一过 台湾民众恐怕要有电价大涨的心理准备了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宣布独立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日前说要约蓝白阵营的参选人侯友宜和柯文哲喝咖啡 但侯友宜29号直接否认 至于和郭台铭已经谈过 是否已经达成一些共识 侯友宜仍低调表示 一切尊重郭台铭 让他对外说明 侯友宜证实跟郭台铭聊过 但说了什么 侯友宜没透露 至于外传的星期三要和郭台铭喝咖啡的消息 侯友宜则是直接否认 从来头到尾都没有接到这个消息 不过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世修说 就算不是这天 相见的日子也不远了 有在接触 有在约 二次会面的日子还没有到 外界现在更关注的是 郭侯两人第一次会面到底谈了什么 基本上没有谈什么 没谈什么 那见什么 没有谈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见面没有谈什么 但是以客观局来看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界面你现在真的谈不出东西 至于咖啡之约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柯文哲 29号晚间与郭台铭同场参加台北市计程车工会餐会 但柯文哲是等到郭台铭致辞完才进场 柯文哲致辞结束离开时才与郭台铭握手致意 并未多坐停留 两人互动不到30秒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消息 好消息 畅向良品山药玉米壶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 开始了 精选陈奇山药 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代之一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 做成的畅向良品山药玉米壶 原价398元60大碗 现活动价只要99元 60大碗山药玉米壶 真的只需要99元 活动名额不多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这山药玉米壶加上热水 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 适责金黄金黄的 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 真是又营养又支部 又方便又健康 分量很足 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很纯 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很方便又有营养 真是太好了 好消息 畅向良品山药玉米壶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 开始啦 人价398元60大碗 现活动价只要99元 活动名额不多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第一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牙齿不好 很多营养的食材 都没办法吃 现在厂家 把山药和玉米 做成了壶 并且通过高科技 使食材里面的 营养不流失 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地吸收 第二 实实在在地只有山药和玉米 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 放心吃 第三 原价398元 足足60大碗的山药玉米壶 现费排99块钱 一块多钱 就能吃上这么好的 一大碗山药玉米壶 您去哪里买得到 畅向良品山药玉米壶 精选陈奇山药 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代之一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 质地细腻 口感顺滑 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 更好地保留了山药 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 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原价398元60大碗 现活动价 只要99元 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桑花鱼生前了 鱼子好吃 又甜又爆汁 建桃生的丘陵地带 气候条件非常适合 于我们种植桑花鱼 建桃生桑花鱼 种植面积3000多亩 近些年 鱼的品种不断地更新 给我们带来的效益 也是不断地提高 从旧业角度来讲 大家有事干有钱赚 我们这边 冯一金团的师命部 旧址已经成为 这个青少女的一个教育基地 那这部呢 做一些跟文理结合 往生态营业 精品营业方向发展 进入国际的高端市场 石屋古韵 黄花梨香 枝多脆嫩 梨中珍品 建宁 简头村 黄花梨 一村一品 福农优品 简头黄花梨 买得好吃 买得好吃 立白 快 来了 来了 你慢点 抓紧抢啊 车都满了 买的多送的多呀 爸 一元真不跌呀 错过等一年呐 爸 咱再来他一车 9月9日 立白赶额 穿够别 立元真不跌 赶恩真回馈 跟上啊 还得是立白呀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9号 第六场 两岸学者面对面 系列学术活动 在福建泉州举行 两岸专家学者 围绕媒体发展历程 未来趋势 以及全球南方世界信息 与传播新秩序的 构建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的两岸学者 集中关注了媒体 在两岸关系中的 桥梁作用 深入探讨了媒体 如何传播信息 促进文化认同 以及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这些讨论 为理解两岸关系的复杂性 以及媒体 在促进两岸交流 与合作方面的作用 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讲嘉宾之一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 冯建三 期待两岸之间 加强媒体研究领域的 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南方世界信息 与传播新秩序的构建 他也特别提到 当下两岸的交流互动 青年学生的交流融合 必须重视 文化交流就是 我们刚刚提过 最好恢复我们的一种交换生 第一个学位生 因为年轻人从他们 在校园里面的一个接触 是最单纯的 最可以建立互相 良好互动关系的一个开始 两岸学者面对面 系列学术活动自开展以来 在推动两岸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同胞 心灵气和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牙齿不好 硬东西咬不动 这山药玉米糊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色着金黄 既你顺滑 营养又美味 过年过节 大鱼大肉吃多了 要轻轻尝胃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 特别好 六十大碗才九十九元 每天吃一碗吧 可以吃两个月 既超值又美味 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 畅向良品山药玉米糊 精选陈奇山药 和生长在世界 三大黑土代之一 东北平原上的 优质玉米 质地细腻 口感顺滑 原价398元 六十大碗 现活动价 只要九十九元 活动名额不多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要问早晚吃啥好 山药玉米试一宝 低脂低糖营养好 山药玉米营养高 冲着喝 好吸收 省时省力 省煤气 原价398元 足足六十大碗的 山药玉米糊 现在才九十九块钱 一块多钱 就能吃上这么好的 一大碗山药玉米糊 您去哪里买得到 活动名额不多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这山药玉米糊 加上热水 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 适责金黄金黄的 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更重要的是 它低脂低糖 真是又营养又滋步 又方便又健康 真是太好了 好消息 人价398元六十大碗 现活动价 只要九十九元 六十大碗山药玉米糊 真的只需要九十九元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这个山药玉米糊 是低糖低脂的 对于我这种 不爱吃糖的人来说 真是太好了 过年过节 大鱼大肉吃多了 要轻轻尝胃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 特别好 六十大碗才九十九元 每天吃一碗吧 可以吃两个月 既超值又美味 人价398元六十大碗 现活动价 只要九十九元 六十大碗山药玉米糊 真的只需要九十九元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厉害 立白快 来了 您慢点 抓紧抢啊 车都满了 买的多送的多啊 八 一元真不跌呀 错过等一年呢 八 咱再来他一车 八 九月九 立白赶紧窗购 一元真不跌 赶紧真不愧 身上啊 还得是立白啊 怕上火和家多宝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8月29号 美国白宫宣布将再向乌克兰 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这批军备将包括防空导弹 海马斯系统火箭弹等 据路透社报道 自去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至今 美国对乌军事援助金额 已经超过430亿美元 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国会 批准额外的240亿美元队伍援助 据塔斯社8月29号 援引俄罗斯航空部门的消息报道 一架米8直升机 当天在俄西南部的 车里亚宾斯克州坠毁 4名机上人员丧生 塔斯社报道称 事发时该直升机 正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 机上再有4人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则报道说 应急处置人员 在这架直升机坠毁处 找到了三名机组人员的遗体 坠机原因可能是机械故障 当地时间29号 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地铁站内部 发生水管爆裂 水流如同瀑布一般 从天花板落下 导致地铁站被淹 纽约大都会交通局称 涌入地铁站的水多达681万升 严重扰乱了早高峰时期 多条地铁线路的运营 数百名工人和工程师 持续抢修了多个小时 直至当天中午 才使得地铁运营恢复正常 纽约地铁系统始建于1868年 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该系统每天24小时 全天候运营 全年不间断 但其老旧的基建设施 常常引人诟病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